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说嘛 你帮着你闺女带你 外生女人都不带你孙 她说过了 手心手背都是重 婆婆李女士也不能撇下闺女的孩子不管 面对媳妇的处处针对 李女士满腹委屈 我心里委屈肯大 说说我一下子不想活了 尽管如此 李女士还是倾尽所有帮助儿子儿媳开店买车 我儿子要跟长州开店 我给他弄了一万五千块钱 买车给他两万 可换来的依旧是媳妇的冷脸相待 她回家要是跟我说一句话 给我一个笑点 我也无所谓了 李女士说自己就算是掏心掏肺的付出 都换不来媳妇的一点满意 根源就在于媳妇的一个心结 没给她彩礼钱 我都是一个对不住她 我也知道她从这个事情心里不平衡 难道黄女士真的就是因为钱才处处看这个婆婆不顺眼吗 不是这个原因 黄女士断然否定了这点 她的气其实是婆婆曾经说过的一句话 正是这句话重重的伤害了她的感情 是我婆婆说我没花钱是我不值 她时候这样说的 媳妇说婆婆伤害了自己 婆婆说媳妇无视自己的付出 就在双方争执不下之时 黄女士的小姑子 也就是李女士的女儿 决定上场帮母亲说一说公道话 我妈对我哥这家付出的太多 但是她不知道感恩 我都觉得她只认钱不认人 小姑子上场透露的新信息 让观察员们对黄女士做出了这样的批评 忽略了老人的付出 无视老人的无奈 你计较到去有意的制造老人的为难 至少在我看来你不会做人 面对小姑子和婆婆的指责 观察员老师的批评 黄女士不再追究事件本身的对错 而是强调起自己在这个家庭中的孤立无援 黄女士说不论自己是否有错 婆家人总是一致针对自己 包括那个本该是自己最亲近的人 那就是结婚九年的丈夫 曾经在一次争吵中 丈夫甚至和婆婆一起对自己动手 黄女士哭得很伤心 她说丈夫无条件地维护婆婆 是她心里最过不去的坎儿 那么她的丈夫于先生 究竟是不是如黄女士所说呢 她上场后又会给出怎样的说法呢 今天在场上妈妈和媳妇坐在这儿 你的心情是怎样的 我的心情很复杂很累 我的生活也累 从你的角度来出发的话 你觉得问题到底在哪 问题还是钻牛角尖 我老婆钻牛角尖 每个父母都是为自己的子女考虑 我去年买房子 我爸我妈住哪地 弄了钱去给我买房子 我爸得了面摊 过来看病 我跟我老婆要五百块钱 我说给我爸看病 他来一句什么 你爸过来看病不太强吗 五百块钱 我每天干活累死了 吃也吃不好穿着不好 我也把钱全部给他 我最后我父母过来看病 让我真该吓着 他们是说你们买房子 他们给了六万 他不是五百块钱 去年买房又给了你们一笔钱 对 就这些钱买不到一颗心 我今天我也来有目的 我是想离婚 万事像危险 这一点不像 要子女干什么 我都不知道 我要离婚 你公共来看病 没有带钱 问你要五百块钱 你也不给 对 为什么呀 当时我生气 这之前不是老人为你们买房 才给了你们一笔钱吗 对呀 难道就用她的话说 买不到一颗心 不是买不到一颗心 有原因的 那次就是因为 我跟我婆婆 我婆婆说我欺负她了 第二天我跟我妈 不是过去了吗 我妈就说了两句 我妈说 我闺女到家 怎么对不住你们了 你们吃个东西 你们都背着 什么事情都背着 我婆婆都希望站起来 去打我妈 我当时 我气得我喉咙挂水 挂了六天 她两个跟我嗷嗷嗷嗷叫 我吵也吵不出个名堂来 就是她爸爸听不上了 就这样跟着急了 跟她吵起来了 我最后我还打她爸爸嘛 我说这都是女人事 家常里短 正常里很 你男人家要像男人家 不要窗户进来 就是因为这件事情发生了 所以在当时公共来看病的时候 丈夫问你要五百块钱 你是不答应的 对 第一次看看小便都这样子 以后姥姥这个更难说了 对于妻子的做法 余先生感觉既伤心又气愤 而更加让她生气和绝望的是 这已经不是妻子第一次 说出这样伤透人心的话了 她说了 我妈一打电话 我们俩就吵架 你不问我呢 为什么吵架 我父母为我好 正好我们这行业呢 五六月份就是不冷不冷 生意有点淡 然后就是去年年底刚搬的店 一般家嘛 总为生意多少有点影响 正好去年又买房子 总为外边有点债务 我妈的意思是 你爸妈反正现在也 就是出去做工做不了了 看过来帮助帮助你 是吧 她直接乱决什么 我们困难的时候你没带 小孩大了 不用你们管 你们老了我们也不会 我是一个人 我在旁边 她要把我当成她老公 她婆婆是我妈妈 把我当成存在的话 那句话我都永远说呀 你说会出出这种事情吗 她说那句话我没说 我等老了我也不管她 我没说 你说没说我不知道 反正我在边上听着呢 我心里特别伤心 这父母为了让你咱俩把账还完 过来帮你 做一句那话 孩子没带 最困难的时候 从满院 大的带到一岁多 小到大的三岁 这是我外公外婆 身体不好了 这个是我妈也要应尽的欲 伺候自己的父母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你更多是认为父母做的事 没有任何亏欠 没有 妈妈做的再好 对媳妇来说 还是不 媳妇这边呢 你觉得 不是太差 我对她看不见任何一点希望 她说离婚 我还有意见呢 她如果她不改变的话 我也要离 她就是一个 长不大的 宝男一样 听她妈妈听得很 余先生难以容忍妻子 一而再 再而三的说出伤害自己 伤害父母的话 继而坚决提出离婚 可是在黄女士看来 自己之所以会说出过激的话 都是有原因的 丈夫却丝毫没有体会自己的委屈 只是一味的指责和打压自己 气不过的黄女士 随即也提出了离婚 眼看黄女士因为婆媳矛盾 即将失去这段婚姻 一直在场外关注着调解的 黄女士的母亲表示 她要为女儿说上一些话 在处理跟她的婆婆 还有公共的这些事情上面 说了几件事情 比如说公共来看病 这个女儿不让拿钱 她公共看病 她说我女儿 不给她拿钱了 对 你觉得女儿这样做 是不是合适 那是不合适 不合适 可是这个气给她顶路了 那个时候就是生气 我说那个 咱就跟她说说 跟那婆子说说 你有错你都干个错 她有错她干个错 我说给她条件了 我的母说了两句话 她公共都站下去打我 我女儿跟她俩委屈了 她们对她不好 欺负我女儿 她们怎么欺负你女儿了 咋的欺负我女儿 她说的话不算话 她就欺负我女儿了 我女儿心她的 心她的那个日子的时候 是我跟她婆婆说的 这是干两个的事 就我心里是 要我盖盖房 那个到过了年 我一说跟她结婚 就是说当年结婚的时候 庆家那边承诺的一些事情 并没有做到 所以你觉得是欺负你女儿了 我总想说我傻 她连车带红架 我女儿跟她过来 说话不算话 我就是心里不好受她 刚刚你的这个女婿也说了 她今天来到这 是想离婚的 如果女儿不做调整的话 她就要离婚 那你是什么态度 女儿嫁到她家 我都想一家人 和和气气地过 可是外甥女外甥 养活大 我就不希望她离婚 身为母亲 即使觉得女儿 在婚姻中受了不少的困局 但是仍然不希望 她轻率地离婚 可是此时的余先生 却似乎并不打算 听从丈母娘的劝心 我觉得她是没有希望 我对她看不见任何一点希望 余先生丝毫不念及和黄女士之间 九年的夫妻感情 以及她们的两个管子 依然如此坚持要离婚 这不禁让我们觉得 余先生未免太过于武断和草率 孝顺父母固然很重要 但是以离婚为代价 就一定能够换来父母的幸福吧 就在我们对余先生的决定 感到非常不理解的时候 余先生的妹妹走到厂上 她告诉我们 这一切都是因为 在她和哥哥的心中 母亲这辈子过得太不容易 从我两岁 我每一岁那时候 我爸都开始出去挣钱 过年那时候才回家 回家也待不了几天 家里边的大小事吧 基本上都是我妈操心 在我就是好像十来岁 然后我爸不在家 有一天就是半夜 下着可大的雨 我妈把我跟我妹叫起来 然后我跟她一块推个 就是车吧架子车 跑到地里边撒化肥 然后那时候就是 都好像半夜了吧 雷特别响特别大 撒了可长时间 然后才撒完 第二天再去上去地里边 发现地头有一棵树 就是被雷打 就是打断了 那时候我就特别地 后怕你知道吧 想着正干活的时候 被雷就是 记了一下怎么办 我觉得特别地不容易 他操每一个孩子的心 比如说就是 帮我哥带孩子 包括帮我带孩子 都希望尽自己的付出 最大的付出 然后减轻孩子的负担 所以在你们心目当中 妈妈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妈妈 对 我都觉得全世界最伟大的妈妈 哥这边 我妈生我嫂子的气巴 即便我哥这边 他们管不了 我这边也会尽最大努力 我有肉吃 我也会让我妈跟我吃肉 我有膜吃 我就让我妈跟我吃膜 小鱼 在你心目当中 妈妈的地位 战胜任何一个 如果是 我的生命 我的孩子 我的老婆 她是最伟大的 在你的妻子 孩子 你自己 当中 没有一个人能够 胜过妈妈的重要 对 我就是想 不让我父母生气 一行为我操碎了心 到六十多了 还是生了气 有没有想过说 一家人 你跟你的媳妇 两个孩子 在街上 爸爸妈妈 住到一起 一大家 然后让父母开心一些 行行这个笑 是有行 我感觉那是做梦的 如果是说 当你 如果让我选择 我就是 我什么都不要 我选择妈妈 包括你的妻子 对 小黄 你刚刚前面说 你也想离婚 因为 你的丈夫 太听妈妈的了 这一刻 你能去理解 你丈夫 对他妈妈的 这种情感吗 就是该听的时候 听 不该听的时候 就不要听 对的就听 不对的就不要听 他都说 对也对 得也听 不对的也听 我跟我婆 有什么矛盾吧 我也不能吭声 我在她面前 一吭声 她都对我发脾气 她又不是说 不要 不要 计较那么多什么的 她都是 都是对我发脾气 在于先生的心目中 母亲高于一切 为了母亲 可以舍弃任何东西 黄月娴觉得很无奈 她希望丈夫 能够站在 公平公正的角度 来处理她 和婆婆之间的问题 即便是自己的错 她也愿意 接受指证 可是 丈夫却似乎 永远不会给她 这样的机会 黄月娴 无奈地说出了 这样的话 我也要离开 面对妻子 这样的无奈 小鱼依旧 没有丝毫改变 我也要支持 离开 眼看两人的婚姻 岂岂可危 观察袁老师们 坐不住了 纷纷拿起话筒 小鱼 小鱼 我宁愿相信 你说要离婚 今天不想和她过了 是赌气 是一种惩罚 是想提醒她 警示她 如果再这么下去 可能我们婚姻也到尽头 但并不是你的本心和本意 如果真是这么想的话 那倒好办 可是如果你依然这么 随意的 把这么 这么分量 集气重的话 抛洒在今天 这样的一个现场 那你和你反对的 指责的妻子 有什么区别 你不是一样 在用情绪 去面对处理 所有问题吗 你不是一样赖着 和妻子一样 不肯成长 不去反思 自己的一些行为 而只是会一走了之 把这些问题 甩给大家 你口口声声说 我的母亲是世界上 最伟大的人 我认同 我也很敬佩 但是当你说 为了她 你可以舍弃掉生命 舍弃掉老婆 舍弃掉孩子的时候 我感受到的 不是更多的感动 而是一丝忧虑 这是母亲要看到的 你的成长 这是妻子眼中 那个能够相伴一生的 老公的形象 这是孩子仰望着父亲 他的姿态 真正的孝顺 恰恰是你能够 爱孩子的妈妈 孩子的妈妈 因此变得更加的柔软 更加的温和 她在得到你更多的安抚 体贴 恩爱之后 她才会有美好 愉悦的心情 去善待她的婆婆 善待她的姑子 善待她的孩子 如果你能做到这一点 这才是对你母亲最大的孝顺 因为妈妈的心愿是看到你们能够和睦 团结 今天我们似乎在指责着你的妻子 她不够孝顺 她不够懂事 她不懂得成长 而您呢 您和她是一个整体的 所以我们希望 小鱼在今天的这样一场调解当中 也要开始反思一下 如何去重视 你的小家庭建设 充分地 把你妻子身上的那些 善良的 真诚的 美好的东西 给她挖掘出来 调动起来 小鱼啊 你自己有一句话 让我意识到啊 你说钱都是你赚的 对吧 这句话呢 你有点大胆子主义 这个丈夫赚钱呢 老婆有份 用法律话说 就是夫妻公财产 我知道你没有别的意思 对吧 但我得给你提个醒 第三个啊 就是谈到了一个 遇到这个夫妻矛盾了 我们男人千万要控制情绪 不能动手 听你老婆说了一个 比较严重的一个事情吧 好像是 发生的冲突比较剧烈 是吧 那是刚开始吧 刚开始吧 对对对 小孩大了就 就那一次动 后来就没有 他打了我三次四次 如果是真的的话 这个你还是要批评 严厉批评 这个我千万不应该 反家庭暴力法 已经实行了 对我们男士 这种义务要求更高了 如果妻子发现 丈夫有家庭暴力行为 他可以申请人生保护力 这个给你不下法 好吧 小鱼哈 在这个世界上 你也不能说 您的妈妈就是一个好人 您的老婆就是个坏人 对不对 我们可不可以更好地 去包容自己的妻子 或者说 在关键的时候 哪怕是 背过妈妈去哄哄妻子 说一点那么小小的 伪心的话 所谓这个伪心 是不触犯原则的 对不对 就哄哄自己的妻子 她受了委屈 她这么多年跟着你在一起 白手起家不容易 很多时候 她心里可能那一块 就始终是一个不平衡的点 那您可以说 那我们赚了很多钱 我来补偿你 老婆你要什么 我来给你买 你想要什么都可以 别太去计较过 爸和我 而不是说 张嘴就骂 抬脚就踹 哪有这样的 哪怕是一点点这种粗暴 在她心里都会幻化成更大的委屈 不利于你们事情的解决 您要知道您的老婆和您的妈妈是没有学习的关系 他们多年也没有生活在一起 两个陌生人因为您 产生了一个奇妙的交集 而这个交集的中心点就是您 如果您这个焦点 都处理不好了 那让他们两个本身 就没有什么情感链接的人 怎么相处下去呢 观察员老师们纷纷对于先生做出了批评和建议 以往小于完全忽视和妻子的情感交流 一味盲目的孝顺 不但对婆媳关系的缓解没有任何的帮助 反而使得整个家四分五裂 接下来为了帮助于先生看清 妻子多年来真正的纠结和痛苦 心理老师苏丹决定 给黄女士做一个测试 我们来做一个小小的测试 如果你受的伤足够的深 待会儿你就会有一些表现 如果说你在这九年的婚姻中 不如你所表述的伤那么深 你也会有一些表现 苏丹老师将黄女士请到了场上 余先生则坐在一旁关注着 闭着眼睛 我带着你走 我们只需要非常放松的边走 边看一看 看一看你婚姻中的第一年 在这一年里 是什么你记忆最深刻的 我记忆最深刻的就是 我们那个时候 就是什么也没有 很苦的 什么都没有 我该怎么走呢 日子该怎么过呢 婚姻中有一天发生了矛盾 谁在这个房子里 跟你发生了冲突 我老公 你老公 他怎么样对你 他在那瞪着眼睛 他在那瞪着眼睛 他瞪着眼睛 看着你 你的心情怎么样 感到心寒 果不其然 黄女士心里最痛的点 并不在于婆婆李女士 而是在于丈夫余先生的态度 曾经她不顾贫寒 毅然嫁给于先生 可换来的 却是丈夫冷漠凶狠的眼神 这让他心寒至极 然而 丈夫于先生这样的状况 在九年的婚姻中 一直都没有得到改善 接下来 又有了第二次 第二次是一个什么场景 第二次 他发很大脾气 他怎样对你 凶麻麻的 那是一件什么事 他怎么对你说 他就好像大人的样子 接下来 第三件冲突发生 谁与你发生了冲突 又是你老公 他是什么样的表情 还是很凶 他还是很凶 他用什么样的眼神盯着你 一样的 还是那样凶 还是那样的凶 还是那样的难受 你想大哭吗 对 如果让你哭 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哭 坐着 站着 趴着 躺着 用什么样的方式 我会站在流眼泪 默默的 对 此刻就站在这里 你愿意的话 就让你的眼泪流出来 看着他的眼神 你想要怎么样 我不知道 你想对那个盯着你的 盯着你的丈夫说什么 我什么都不想说 什么都不想说 对 只想哭一哭 在黄女士的记忆中 不断浮现的是丈夫一次次凶恶的神情 她站在场上忍不住痛哭起来 久久不能引进 苏丹老师觉得 作为丈夫的余先生 必须意识到自己给妻子造成的伤害 在心理界定中 有这样一种说法 当一个人 他的情绪 累积度超过半年以上 当一个人想一件事 他的时间在半年以前 甚至延伸到更长 他依然会流泪 而且无法释怀 这就是他生命中的创伤 小鱼 你的妻子 在婚姻的第一年 第二年 其实活得很茫然 直到现在依然很茫然 他不知道 他在这个婚姻的房子里 要得到什么 他只知道 从贫寒开始 他也没有感受到你的爱 他看到的更多的是 你瞪着眼睛 在对他提出要求 也许接下来 我们的方向 可能就是 要用什么样的方式 让我们的小鱼 学会爱身边 这个茫然的女人 学会给你的孩子 一个幸福的家 和不太愧疚的成长环境 同时 也让这个茫然的 年轻的妻子 找到 婚姻中的价值感 和自己的需求 苏丹老师的测试 揭示了在婆媳矛盾表象下 更深层次的夫妻矛盾 于先生对妻子 黄女士感情上的淡漠 使得黄女士长时间以来 形成了心理创伤 难以用平常心态 对待婆婆及其他家人 不过此时 调解员胡静云 却提醒黄女士 要用正确的方式 来处理自己的心理创伤 我们每个人觉得自己有创伤的时候 其实有一个比较好解决的办法 就是去比较自己的创伤 在这个环境里面 它是排名第几 这是比较好的一个办法 就像我脚痛 但是我看到一个人躺在那里喊的时候 突然发现我脚没那么痛 那么在你们家 我认为创伤最大的 绝对不是小黄女 真排不上 为什么你的创伤在你这里 会作为一个话题来关注呢 其实我就觉得 是因为你自己处理这个创伤的方式 还显得不太成熟 还处于一方面被忽略 一方面又被保护这么一种状态 被忽略这个是事实 就是小瑜伽这一边 对你内心的这些东西 他们没有办法去关注 不是他们不愿意 其实今天当我们说起这个话题的时候 他们已经很认真的在聆听 另外一个方面是因为 我想应该是因为 你的母亲或者家人 对你的关爱 指你会对自己的创伤 特别的格外的注意 相比而言 在这里面我认为是你的婆婆 内心的创伤是最大的 但是他们用了他们这一代人的方式 就是比较简单的对待自己 然后比较顽强的去担当 它是很不容易的 我想你心里应该是有事 以他这个年龄要去照顾自己的母亲 送走母亲之后 要照顾自己的父亲 送走自己的父亲之后 要来照顾你们的孩子 还要来应对婆媳矛盾 还要应对目前经济不是那么宽裕的现实 你想想看 所以互相理解 才能够让创伤得到解释 这是你今天要做的事情 但我说这些不是说 继续去忽略你内在的这一些伤感 今天有这么一个机会 呈现给大家看 让你的婆婆 丈夫 包括小鱼的妹妹 能理解你 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 但是切记 切记 为我们自己的创伤 找到一个正确的评估的方式 调解员胡建云 希望黄女士要用正确的方式 释放内心的不平衡 而不是一味地沉浸在自己的委屈和伤心中 那么带着这份对自我创伤的重新认识 进入密室环节的黄女士 最终能否对以往的恩怨释怀 她和丈夫于先生的婚姻 又能否得以继续 一进密室 黄女士将问题直接指向了丈夫于先生 我希望她不要像个小孩一样 自己没有逐渐 就像她有点逐渐 像个男人 不要什么事情 就像我跟我婆婆之间吧 我跟她讲 她不处理还对我发脾气 我心里我肯定难过 今后不要跟她对着干 你知道吧 比如说婆婆有什么事 你就赶紧把婆婆拉过来 妈 这个事情一二三四 说清楚 这家婆婆还是个不错的人 她人也不错 就是那个嘴巴喜欢说 显然 黄女士对丈夫简单粗暴地 处理婆媳矛盾的方式非常不满 她希望丈夫能够耐心地了解问题 智慧地处理问题 观察员廖喜玉则劝导黄女士 今后有什么意见 要及时说出来 并且解决 而不是憋在心里 此时 场上观察员五蕴 正在引导余先生 认识自己以往思想和行为上的错误 她说你当着 他们小两口的女 你说 洗个治安不好 弄个好的时候 她得有个表态 她的表态就是 上面就踹了洗个一脚 以后再不能这么做 这是家庭暴力 再不能弄 这个是不会踹伤心的 好 她如果有这个表态 你拉住了 你说我们的洗脉不大 就是 都是我拉住 对 但是你知道吗 是我之言 大家也知道吗 如果她不做这个决定 她如果是护着老婆 你心里会格外的失落 不不不 我可想得开 好 那最好 她又如果人家活了 我不生气 让媳妇对她有好感 好 那您看 你今天听到了妈妈的心声 就是说 妈妈其实是希望你能够 护着媳妇 她愿要护她 她愿爱她 她愿意从心里爱她 最关键是什么 如果你不护着 你听我说吧 你把 你把这个媳妇对你的怨气 转嫁给婆婆 她认为是婆婆指使的 她认为是婆婆在操纵你 所以你看 你人为的加剧了 他们之间的矛盾 于先生之前 绝对维护母亲的方式 不但不利于婆媳关系缓和 反而不断的加剧矛盾 这也是婆婆李女士 非常不愿意看到的 于先生认真地听去 五蕴老师的教导 似乎有所了过 密室里 观察员廖喜玉 和黄女士的沟通 也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今天整个调节来说 你感觉到 你感觉到这场调节 对你来讲意味着什么 可能是让我们都感觉到 自己都有那个 要调整的地方 对 你觉得你自己调整的地方在哪里 下次如果再碰现 家里碰现这些问题 你还会用这种 固执的办法去解决吗 这次调节完 应该就没有什么 看到黄女士这样的态度 观察员廖喜玉决定 将于先生交进密室 一起沟通 一进密室 于先生表示 他之前提出离婚 也是无奈之取 想离婚就是 好累 吃太累了 倒过来倒过去 每年生气都是那点事 就是已经 太疲惫了 是吧 还累了 快去 什么快去 以后从今开始 看得出来 黄女士对丈夫 对这段婚姻 都是非常留恋的 看到妻子这样的表态 于先生也放下了姿态 为了缓和夫妻俩之间 局促的状态 观察员廖喜玉 想到了一个方法 什么叫幸福 来 拿你的手拿着他 你看看 你跟你搞笑 来跟他说说话 你看 你看那两个的牵下手 可不笑成这个样子 以前都不会牵手吧 没牵过 还没牵过 哇塞 来 今天来取看一下 来 主动拿出你的手 告诉他 叫救他老婆 就是你得还蛮好点 我得能蛮好点 夫妻俩表现出了和好的愿望 也露出了难得的效忠 那么 这是否意味着 调节取得了成功 回到现场 黄女士和婆婆之间 多年的矛盾与隔阂 是否能够烟消云散 从密室出来 看看 我看到婆婆笑了 小黄似乎神情也轻松了很多 咱们过去都过去多了 以后送信开始 我知道 我 我儿子交给你 我可放心 我也知道 有 有 有 很多 有点 都是过去的事 过去的 过去的 小黄刚刚声音特别小 我都没听起你说了什么 你刚刚说什么呀 让我妈睡 让我妈睡 刚刚媳妇跟你说什么了 过去的事都过去了 过去的事都过去了 我听到婆婆说了 把儿子交给你 放心 其实一家人对于媳妇 小黄的这个持家呀 还有顾家呀 都是挺信任的 过日子是可以的 对吧 就是 不是那破费的 对 来 小鱼 你有什么话想说吗 你看 妻子也笑了 妈妈也笑了 反正 你们双方父母都 对好点吧 好吵架 我也不那么累了 你们也不那么累了 有什么话想对妻子说吗 妻子嘛 反正小孩越来越大 也反正是 就那样嘛 小鱼 走到你妻子身边 去说两句 不会飘的 你就说 以后 网款换完了 没事 走到他身边 辛苦了 生俩小孩不容易 我要 对你 跟对秀车一样好 来小黄小黄小黄别不好意思 以后他就可以多说这样的话 你知道吗 这个拥抱太中国式了 他比我太重了 我问一下妹妹 在你们家你看过一家人这么开怀大笑吗 没有希望这只是开始 从此希望通过这个金牌调节 从此瓦解我妈跟我嫂子的婆媳 就是不和谐的关系 瓦解我哥跟我嫂子夫妻不和谐的关系 一家人和和气气的 都开开心心过日子 好 多谢金牌调节 谢谢你们 我现在在想 你媳妇其实一直在试图减肥 说明什么 她很爱美 那也意味着她对生活是有 像你们一样也有品质追求 但是她又深陷家务 不能自拔 是吧 所以这个以后你们要商量一下 怎么样让今天的欢笑成为开始 得到持续 我觉得大家就是不要只把注意力放在怎么带孩子啊 怎么做家务啊 还应该去考虑一下我们生活的品质 即使咱们经济条件还不是特别好 我怎么去把这个生活品质给提高 可能大家可以商量商量这个 其实看到小鱼妈妈呢 我就想起自己的妈妈 真是非常相似 真的代表了那一代人的精神的这么一个高度 主要是奉献精神 代表了这个高度 然后呢 一旦问题解决 马上就笑了跟孩子一样 这真的是一种境界 就这一点我觉得 小黄应该心里面真的把它当自己的 像亲妈妈一样 好好去孝敬他 你放心吧 以后我谁都不干涉你们 有福你们自己想 有福还是一起想 要不然孩子们心里面会觉得很遗憾 没事 照他们过来好 我都是心安理的 我衷心的谢谢你们江西电视台 办这么好的栏目 我回去要回我们家乡宣传一下 你们调解员的风格和态度 谢谢 谢谢 调解结束了 一家人都放松了心情 开怀大笑起来 这让我们觉得非常欣慰 希望今后 同时身为丈夫和儿子的于先生 能够用更理性和智慧的方式 来处理妻子和母亲之间的关系 也希望身为儿媳妇的黄女士 能够随着岁月的变迁 更加成熟 更加宽容 好好地尊重长辈 孝敬长辈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